每24年一次的鹿谷乡凤凰永龙村齐安三县青椒大典 至本日起隆重登场 为了这场宗教盛事 地方也是全体动员 并义讯谷里办理各式科医 祈求地方住室都能够平安顺遂 24年 一般的基安三县 今天第一天 木城六三天 吃菜吃七天 13天 今天第一天开始 这个九点开始 就买这个青椒大典 为期三天的基安三县青椒大典 两村信仰中心之一的凤凰山寺与开山庙 也都用心筹划 希望凝聚地方向心力的同时 还能够为地方来祈福消灾 就台电 今天开始 我们英龙是24年做一次 我们今年就 台电的 他也专门去邀请白沙敦 天生生命来参加 在这里感觉到我们做客户 还有我们在十二月二十 也有详细线锐 还有那种北冠 那种地点表演是啥 还有一些我们社区 妈妈教室 还有小朋友的表演 我也在十二月二十 会报应两点 邀请在馆中千年来这开香 先远吴瑞芳黄东号除了感谢两家寺庙筹划旗安三线青椒大典的用心外 也期许届层能够庇佑地方一切平安 而这场二十四年一次的盛事 也欢迎民众在十八至二十号三天 前来凤凰勇荣 共争胜举 24年的造酒 我们大家主委委员都很用心 就这次的造酒可以保有我们的争讨 各位信徒信仗可以平安顺序 我们的航空三十和英雄的开山庙 扮演非常流程 也希望我们的航空四路可以来六个镜举看老天 也希望我们的三面可以带到地坑 更大的福气 让这些百姓可以安静浪业 生活相对又看好 议长何胜丰也期许透过青椒大典的办理 能庇佑地方方调与顺 祝识平安 而为期三天的活动 也邀请民众能够前往参与 体验地方二十四年一次的宗教盛事 记者卢宇凯入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